看一下四則運算球放為這個地方 那第一個你可以看出來 這是個什麼不等式對不對 X大於負責小於等於3 Y大於等於1小於等於2 他說在限制下 請問你這個等於就是3 好 這個我們把他寫上去好不好 不等式 他寫一下 不等式 只有 加法合併 好 其實關鍵是這幾個字的理念 人家就這件事情 不等式 只有加法合併 所以換句話說 你懂得舉1反3 不會有乘法 也不會有減法 也不會有除法 你只能用加法合在一起而已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像這邊 他告訴你說 這不是建議付2到3嗎 我還建議1當2對不對 那第一次說你應該就1當2 另外問的是問什麼 2也可以加3關對不對 所以這邊只能把他接乘2倍 隨便成是2跟10會代理 乘以2乘以2乘以2 隨便成是-4到6之間 OK 好 那這不是第1次 然後呢 Y是介於1到2 那因為我們希望是3Y 所以我們先乘幾倍 乘3倍 隨便3Y代理 乘以3乘以3乘以3 所以要介於3到6之間 好 那第2次 OK 好 那第1次說明 因為這裡難道我剛剛講過 就是你把1跟2整半 相加就好 不等式只有加法喔 不會有別的方法 不能夠有其他方法 合併 所以直接兩個相加 所以這邊負4加1 欸負4加3等於1 小於等於兩個相加 就會成是2X加3Y 小於等於12 OK OK 我可以直接合併 然後合併完之後呢 答案就數據完了 所以最大指數就是12 最小指數呢 至少比較大 所以是負1 未來齁 這題目應該沒有問主 好 那第2個 第2小題的負1 就開始跟哪 第2小題 他問的是X加3Y 我可以直接兩個相解嗎 注意呢不行 不等式是只有加法喔 不會有減法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利用加法 我們減法可以利用加法 把它換成出來 什麼意思 來請看一下 因為題目希望是X加N X-Y對不對 X已經有了 我看的是Y 我希望呢 不是Y 而是什麼 負Y 我把這邊怎麼辦 通通乘幾倍 乘負1倍 隨便成負1 負2 乘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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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我為什麼終於流灰留白嗎 因為在不等式裡面 當我同乘一個負數的時候 我怎麼辦 我需要變號 所以原本是小於等於 現在變成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看到嗎 好 然後接下來重新整理一下 你的Y呢 就應該會大於等於負2 小於等於負1 你知道一些什麼東西嗎 原本是負1 大於等於負Y 大於等於負2 我把它前後跌倒 變成的是負2 小於等於負Y 小於等於負1 OK嗎 可以啦 好 加上來這個X X是什麼 大於等於負2 小於等於3 好這個一樣 第三式 第四式 你如果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我們在第四式這邊 我需要做一個前後跌倒的動作 因為這樣才會跟上面那個主號 有沒有 小於等於主號是一樣的 不然你這邊之間加是 你要加的 看到嗎 因為這邊寫是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可是題目裡面的那個 原來事實是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 所以我為了要一致 所以我要把位子重新排一下 不然好 那接下來呢 我把第三式跟第四式幹嘛 想加 看改過的 只能用加法而已 所以想加法 就變成的是負4 小於等於 來 X加負Y 就是在改過的 X加負Y 就是什麼 X-Y 然後呢 小於等於3加負1 2 OK 所以我的最大整個法 最大整個是2 最小整個呢 負4 就是我查 OK 好 你們看一下 有些人 好嗎 請問一下 我可以做的 好嗎 請問一下